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们可以让整个社会看到 其实社会企业是可惜的 我觉得虽然是有点辛苦 但是是蛮有意义的 沿着台七甲县一路往上走 位在桃源县复兴乡的三光村 是一个人数不到千人的泰雅族部落 200多户居民多半以种植水蜜桃为生 三光村的海拔高度只有六七百公尺 缩产的水蜜桃比隔壁的拉拉山早熟一个月 所以又称为五月桃 五月桃的外观和口感如同水蜜桃 但身价却无法和水蜜桃相比 可说是天差地远 平常都是他们都批给人家 一篮一篮都批给过去 我们的价钱是怎么样你知道吗 就被人家那个水果商都剖掉 本来是一斤可以卖120、150的 坏石折半嘛 这样子 大部分是一般来讲平均啦 它也有三十五这样平均三十五 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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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粒哦 一斤 下雨 下大雨也不甜 就是老板的下雨他们也知道 不甜他们就下雨他们就不来 他说 哎 谢谢我们今天不来 就给他拦啦 这样啊 你们怎么采 拉袋子 哦 拉袋子 这样拉下来哦 越来越长 感觉是越做越没希望 因为中的人一大堆 然后相对的我们每年 我们基于要求我们基于品质 一定要做到最好 问题是 遇到采收期的时候都遇到一个瓶颈 一种状况就是我们的销路问题 除了自己靠有人这样 自己朋友啦 然后来订购 问题订购量也不多 几乎百分之 我们这边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靠大盘商来批发这样 那批发价钱又不经人意 然后又很低 二十块 三十块 所以做这个当会觉得是一做没希望 问题是老人家留下来 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青壮年人纷纷出走 受着祖先果园的都是老弱妇孺 由于无法建立自己的销售管道 只能任由盘商收购 让三光村的居民无奈又无助 这里是原汁大学的服务学习中心 在得知三光村的困境后 主动在校园内发起购买五月桃行动 去年第一次就销售了两百多盒 今年他们成立产销中心 开发客户 订单 包装 运送出货 希望帮三光村建立起销售管道 早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问大家所有同学 就是有空的人才会过来帮忙 然后就是我们就趁这个早上 然后我们希望赶快在大概在十二点左右 以前我们把这送出去 然后这样下午就是可以去顺利去上货 这都到钱吗 总会几盒 一盒 两盒 三 四 五 还有可以 你这九盒 九盒好 我们先把它封起来 封起来 我们先送到教官室去好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OK 来 走吧 走 背领学生的是副学务长艾昌明 十多年前曾经帮助复兴香 行销水蜜桃 因此认识不少农民 他也是产销中心的幕后推手 经常往返学校和村落间 希望帮助果农自理更生 各位教官好 谢谢你们的爱心 然后我们的桃子现在已经送来了 谢谢 好 文教官 谢谢 谢谢 文教官 谢谢你们 好 谢谢 文教官 谢谢 辛苦了 文教官 谢谢大家 我来了源泽大学的时候 我想成立一个服务学中心 这个服务学中心 我就开始招聘一批 有想法 有热情的孩子一起来做 刚开始只有三个 慢慢到六个 然后到现目前来说 我们的志工跟学校大师 大概有一百多个孩子了 昨天已经有请小仁打过去给 婉君小仁他们联络的人 然后跟他们讲做这个确定 然后上礼拜也是发生 有三合就是种错的事情 陈又欣是志工团的团长 也是产销中心负责人 他希望能学以致用来销售五月桃 但分辨了教科书 却找不到答案 一开始想 因为我们想法就是想说 可能跟课本或老师 可能就这样子很像 然后就觉得应该蛮简单 因为我们就尽量把它简单化 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到的地方 我们就不想去理 就是不是说不想去执行 而是说没有办法去执行 那可能也是因为经验不足 然后再加上我们一些课业的问题 那我们既然是把它简单化 但是我们还是发现还有很多问题 不是我们能够可以掌握的 我们等一下就打电话给他们三个 然后跟他们讲说明天就会到 然后跟他讲说大概是在中午的时段 有心找了四个同学来帮忙 分别负责公关 行销 网路 以及和果农联系 除了分配到的任务之外 每个人都必须陌生开发 打电话到各公司找买家 大海捞针式的打电话 除了找不到正确的联络窗口 最让同学们沮丧的是对方的冷淡反应 因为我试过很多个 还有的是先讲一大堆 然后他是根本连听都不想听 然后也都直接挂掉之类的 然后后来想说 先把山光村原住民农民先讲出来 他们就比较会想要听这样 之前还有人骂我 就有人真的会以为是诈骗集团之类的 我想找高村长 那请问他电话会接吗 好 那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支电话 对 他是不是那支管机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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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好 我打给他 谢谢 好 不容易客户下了订单 却联系不上果农 因为大家都去果园工作了 又新发现自己与果农之间是有距离的 他们决定访校副学务长 直接上山和果农面对面 找出适合山光村的产销方法 我们这次活动最主要是能够去帮助农民们 他们去采收他们的五月桃 因为就是前几天可能雨比较大 然后他们可能有些桃子已经打落在他们的网子上 或者是甚至掉在地上 然后我们还要去帮他们做装相的动作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心里已经放上去了 就是我们睡袋 然后还有好几箱 五箱水 然后我们已经上那个游览车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大家就要等着出发 今天有25个同学 然后我们的爱教官也会一起跟我们一起上山 一起参与 对 那个好了就可以上车赶快上去 包包带着 在志工团的号召下 今天有二三十位来自各系的学生 上山参与两天一夜的志工体验活动 大家难言喜悦与期待的心情 呃 要上山很兴奋 耶 你几次上山 第一次 就是非常期待 今天晚上睡不着 真的很大 就为了今天上山 就为了今天 对 今天是第一次上山 我心里也很期待 然后跟他一起上山 有啊 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想起来 因为山上的环境 我们真的都不知道 然后又加上前一个礼拜都是下雨 那其实爸妈就会担心说 那你去山上会不会危险 然后就很怕道路会崩塌 还是什么 因为平常也没有机会 就是真的知道 原来农民是在做些什么的事情 想说可以 这次可以帮助他们自己 也可以 就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 我也是第一次上山 然后 然后谢谢今天两边的好天气 然后希望一切生日 然后希望一切生日 从原汁大学所在的中立市 到复兴香的三光村 将近两个小时的吹尘 大家充满期待 也充满挑战 带子不要拔掉 直接把那个子放 这些学生来可以帮你们什么忙 帮我们很多 今天他们可以来帮忙什么 他们在拆带还要装盒 装绑起来 然后运出去这样 你拔的时候不要用拉的 像这样的话 像这么熟了 你这样一拉一下 它就不会熟伤 拉带 这个还可以吃的 我们手法不一样 我每次教他 他就是要去抓他 所以每次我们采一篮 一篮大概六十粒 手伤就变成有十粒二十粒 所以要采的时候要很小时 所以手伤就不能卖 不能卖就 就只能自己 自己采 对对对 因为没有经验 不懂得分辨桃子的成熟度 再加上怕手伤害了 焦嫩的水蜜桃 造成农民的损失 这些大学生体认到 原来当志工也有技术门槛 不过他们还是发挥了志工精神 帮忙捡食果园里的垃圾 协助搬运异乡又乙乡的捕月桃 这种火的要带下去吗 就要放在袋子里面 放在袋子里面 对 所以这个都可以限制这样拔进 对啊 来 进一拨 好吃吗 超好吃 为什么我拔成这样 它跟水蜜桃真的不一样 你说它跟什么 水蜜桃 这个叫午夜桃 对 是吃午夜桃 就跟水蜜桃不一样 可是味道有力 它好像比较脆脆的 会吗 这个也可以放很软 也可以放脆脆的 慢慢走啊 谢谢你们啊 慢慢走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帮很多的毛 我们只能把地上的袋子捡起来 然后捡已经掉下来的落果 我觉得这里的地是就是 它有点像梯田 就是一层一层一层 然后差距也很大 然后像我刚刚就是有拉伤两次 然后就是觉得这里的农民都很辛苦 可是也没有办法 一定要把这些果子拆下来 学生来帮得上忙吗 他们帮你什么吗 帮我拿那个地下的纸啦 然后带纸这个 因为有落掉的就不能吃了 那个就是坏掉了 他们就帮我把带纸拆掉这样子 然后帮我抬这样子 对 慢慢走 好 这里 慢慢走 在倾斜的山坡少 来来回回 搬运五月桃 没有经验的大学生 跌倒的次数 可能比搬运的次数还多 同学们这时才真正感受到过冬的辛苦 这里有个拔手 我觉得虽然是有点辛苦 但是是蛮有意义的 比起在宿舍打游戏 还好很多 还有位置吗 还有 还有 我快累死了 他那个超重的 感觉又快要四公斤 你想回家了吗 嗯 可是农民就还是很辛苦 跌倒了 刚从那边 然后跌上那个桃子的时候 因为底下 那边有水 所以就滑倒了 水跟那个地很不平 然后就用力过大 然后就整个倒在底下 他的那个树枝都是很矮 就是一定要驼背 就是要直立都很困难 然后就觉得那些农民 每天都要蹲在那边 就是很辛苦 我们现在要到我们 就是昨天休息的地方 然后在一楼那边 我们要帮他们做装箱的动作 今天我们会拿出五百多个箱子 然后他们就会去贴名字 然后也会装箱 然后我们有帮他们印了 我们的名单 就是贴纸 我们用贴纸的方式 然后你把他们农家的名字 就贴上去 一盒一盒贴上去 就是我们帮他们打印出来的 就是那个贴纸 就是会是类似生产履义 就是给顾客一个交代 就让他们知道说 他买到的这个东西 真的是农家从头种到尾的 比较不会有那种品质的 混杂的那种疑慮这样 我那个箱子还没弄完 我还要弄 所以今天大概还要一百二十五个 再加上今天要带走五十几个 所以大概一百七十几个 我们箱子要做出来 谢谢 这是要固定住 就是把白色泡 这个不会动 比较不会 就是运送过程比较不会 三光村有两百多户果农 但是跟原浙大学合作的 只有十一户 果农不理解产销中心制度 对他们并不完全信任 多数人处于观望的阶段 再加上我们是大学生 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能耐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是多多少少都会有的 但是我们觉得说 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来 我们就是也不要去急 然后也不要想说 我们可能今年就一定要达到 某个销售量 因为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是跟他们讲说 我们就是要建立起这个制度 采销中心 我们今年就是希望建立起来 以后一年才能比一年的多 以后他们才不会再继续 被大盘上剥削 我们先把这几个愿意的 我们可能先跟他们一起合作 然后成功以后 希望透过他们自己农民 自己的力量 感染他们其他的农民 感染他们其他的农民 包含我们像目前的栽培 怎么送 怎么把这个东西管控的品质的部分 他们这还是很多的挫折 那这群孩子 他因为在做的过程之后 他知道原来农民需要是什么样的平台 以他们的习惯 以他们的生活的模式 我们设计这个平台的部分 实力的帮我弄六个 六个吗 实力实力要六个 可是这个不够 不够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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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趟部落之旅 和果农生活这两天 不断冲击着又欣的想法 他体会到 要站在当地人的角度 才能帮助连电脑都不会的果农 行销他们的水蜜桃 在做志工的时候 其实志工也有分 比较不是那么核心的志工跟志工 就是核心志工 那原来核心志工需要做的是 从头到尾要处理到这么多的问题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完整地去帮助他们 而不是只是帮到忙 因为这就是他们三续农家 他们自己做起来 他们都没有记录 然后现在就叫我法庭 听话说第一个我问说 他买的就是来个农家 他昏倒了 所以我们也不要就是 五月桃的产季正值大学的期末考 一边忙客业 一边要处理订单问题 志工团队的人几乎是一下课 就往办公室跑 生怕漏掉任何一笔订单 你就说我们先帮他弄好 我们打电话给我们 所以我们打电话给我们 他想要问问费的费用 先问问他们跟宅费公司怎么调的 因为他们自己的 如果是他们自己的话 应该也是会发生问题 大家就是我们会就几个人 我们就大家互相讨论 谁有空然后谁付的哪一天 然后原则上我们只能这样子来做 然后其实我们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可能手机 我们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赶过来在这边 那我们可能自己手机 我们该有的资讯都弄好以后 自己手机直接打电话 就是下课时间 下课十分钟也可以打 对 就像如果像我第一次打是5月16号 那我就会打这一通电话 假如他那时候下班 那我就会在这里边写下班 那如果说他想要收到Mail的话 那我先打Mail 然后后面背致就会打 他想要收到的那个信箱 那如果传真的话 后面又是传真号码这样 虽然只是大学生 但这个志工团队 已经逐渐发展出一套模式 五月桃产季即将结束 帮助三光村果农的行动 才正要开始 用心与团队伙伴 有知识的力量 让希望的种子 持续发芽长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